先说一下这个旁边的情况 如果今天看上证指数呢 是突破了2888点 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平台 我画一下 就大概这根线 这个小平台 再画一根 其实就是这个小平台 对吧 就是这个小平台 指数 指数这块呢 今天是走得比较好的 那中午写五评的时候也说了 包括昨天做直播的时候也讲了 就是要大家留意 就今天这个盘面 要让大家留意什么呢 要留意港股 因为最近实际上 港股走得非常好 不管是恒生指数也好 还是说是这个 恒生科技指数也好 包括今天对吧 其实都是很好的 就是港股最近一段时间的走势 明显要好业股 明显好业股 那么也就意味着 港股如果继续抢 A股就会被带起来 对吧 就会被带起来 然后呢 等于中午的时候 恒生指数上的1.1几 恒生这个科技指数上的25%以上 对吧 所以这个是 大家说收盘了嘛 港股里面收盘了 所以整体来讲 港股最近的走势又很好 然后港股那边呢 我们还是要去多看看 港股的权重股 就是举足轻重的这个代表嘛 对吧 就是也是港股那边的互联网的 就是巨头 其实就是腾讯 又叫腾10亿嘛 那么为什么叫腾10亿呢 因为腾讯回购了自家的股票 10个亿 对吧 所以腾讯的 就是也就意味着什么 如果腾讯后面能够不断的向上 走出趋势的好 那么港股这块 港股这个 恒生科技指数这块 就应该是他的这个方向 就是开始要转 就是整体的大的方向 就要转向这个上升了 那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是A股 实际上前面有一波被港股带了 对吧 这波也是一样 就是港股 如果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讲 就我们抛开其他事情不讲 就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讲 也就是说 如果港股持续走强 A股是没有理由持续走弱的 对吧 那么A股有可能会走出一种什么形态呢 就是在成交量不计的情况下 A股就会跟着港股 把这个底部慢慢的走上来 就是从底部慢慢的走上来 就是这个位置慢慢走上来 但是他的节奏是跟港股的 为什么会跟港股呢 就是有点像 你本身没有一个主导的方向 那么需要有一个主导的方向来带着你 就像一个题材板块也好 如果有领头羊 那么大部分的股票是跟着领头羊的 如果说没有领头羊 那就变成一盘散散 对吧 那么现在A股更像 就最近的这个走势 更像是港股带着A股走 大家可以去看看港股 这个因为港股不在我们的课程范围之内 就是那我只是说 你需要去观察这个东西 就是当然这个这个 这个叫做观点 我也不是第一次讲了 对吧 我说了 我是从这个月 应该是上月的月底吧 这个这个月开始 重点跟大家讲港股 我认为港股 确实是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讲 是有机会 而且密切留意港股对A股的带东西 对吧 反正就是 这个都是提前跟大家讲 因为在这之前 所有人问我港股的问题 我都一概回答不看好 对吧 那么因为平台要求比较严 我就不说原因了 我就不说原因了 反正就是说结果吧 对吧 好 那这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 所以呢 今天 很大程度上就是 港股带着A股走 而A股呢 既然是被动的 跟着港股走 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 我们来看成交量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成交量并没有有效的放大 对吧 就整个今天上午的成交量 并没有有效的放大 我们以两个小时为一个基准 对吧 没有有效的放大 深层子那边也是的 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放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没有看到场外增量 那没有看到场外增量 更多的是 场内资金的跟随 就是 港股那边强 所以我们也跟着强 所以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盘面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版面 特别好的盘面 一定是要增量来决定 因为只有增量 才能决定行情的高度 而不是存量 存量只是说什么 能够影响一段时间市场的这种 比如说节奏吧 对吧 比如说港股那边长 那我们就跟一跟吧 本来呢 存量它存在什么情况呢 存量呢 更多的是都是情绪盘 情绪好的时候 存量一窝蜂往上打一打 情绪不好的时候 或者说受什么外力影响的时候 那么存量就会选择撤退 那么存量一撤退 那当然大家知道市场就走得会比较萎靡 对吧 然后呢 个股啊 或者说这个 因为情绪的低落呢 就出现个股的总普遍 反过来呢 就是一样的 对吧 情绪好一点呢 有可能就是 指数啊 这些东西都能涨一涨 但是呢 它就 行不成持续性 因为持续性都是靠增量的 因为大家知道 就像一个股票连续的上涨 它一定要靠 不断不断的有买盘 对吧 就不断不断的有买盘进来 那这股票才能够越涨越高 大盘也是一样的 它需要不断不断的有买盘 才会能够 就是走出 这个更大的行情 或者说走出 这个我们想看到的上升趋势 那么以目前的情况上来讲 就今天早上这个成交量来讲 就跟走五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今天全天一天 很可能就是 也就是这么多的成交量 对吧 也就是六千亿上下的成交量 那么这六千亿上下的成交量呢 不足以改变 目前市场的整体趋势 或者说 也不能够确认 所谓的变盘向上 就持有效 我先说一下 对吧 虽然指数今天比较强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你哪怕让我们看到一些增量 就不断的 这个开始进来 那么在才能够改变 目前的整体市场的趋势 对吧 因为只有增量 才能改变趋势 存量呢 只能说继续的抱团 当然抱团也有强跟弱的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抱团 这个某一个方向 比如说顶指数方向的被加强了 那就强一点 那么顶指数方向 比如说一般般 对吧 只是护盘 那么就有可能弱一点 那就有可能弱一点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情况 然后呢 整个上午呢 都是大盘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所以从情绪端来讲呢 今天也是不利于说 因为你就这点成交量嘛 你要拉权重的话 那么非权重就变成了 权重的对手盘 也就是资金它过不过来 而且以现在这个成交量 我说句实在话 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对吧 这个周末 就我做直播的时候 不是还有几个喷子在讲 哎呀你什么都讲了 对吧 等于没讲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 这些人反正也赚不到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搞不清楚 就是市场整体的这个节奏和脉络 对吧 他要知道的是什么 你告诉我 明天什么板块能涨 哪个股票能涨 对吧 所以就是就这种认知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也就很难在未来的市场上生存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 就是周末大家看到比较热的是什么 这个 好多概念 对吧 好多概念 然后呢 这个 华为海思 AR眼镜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就是 比如说 黄金 对吧 大家知道今天黄金会不涨 因为黄金的这个 国际的金价创了历史新高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 包括铁路基建啊 对吧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 地产也有利好啊 然后那个 那个 地空飞行啊 这些东西也有利好啊 无人驾驶啊 上海这个 就也有利好啊 就 整个来讲 一个周末 大家能看到的这种 所谓的 题材 就是光题材这块 对吧 就五六个 至少有五六个 这种题材啊 包括这个 游戏嘛 对吧 这个 就是那个 悟空嘛 对吧 就是这个 包括下载啊 包括这种 这个 外媒对 这个 就是悟空 这个游戏的 就是 等于说是 战赏 对吧 那么 这些反正都是 就是我们说的题材 但大家记得 以现在这个成交量来讲 就是以现在这个成交量 就是什么 六千多亿的成交量 你不可能是题材 遍地开花的 就是什么五六个题材 通通上去 不可能 因为以现在这个题 这个这个级别的成交量 我们先不说啊 就先排除掉什么 还有这个权重股 来跟你抢资金 就算权重股 不跟你抢资金 以现在市场 整体的体量来讲 就是六千亿的成交量 最多只能活两个题材 就一 就是 嗯 这么说吧 我 我打出来会客观一点 就大家反正就记得啊 就是你 你反正就记得啊 这不就题材吗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以现在的体量来讲 就以现在体量 我们不说什么 银行股场啊 之类的 那么 就题材来讲 只能活两个 什么叫活两个呢 就比如有一个 灵涨的 今天灵涨的嘛 就主要就是 划进支付了 划进支付嘛 主要是 呃 外面有点这个 呃 利好嘛 就是那个俄罗斯媒体 对吧 啊 讲了那个 就是很多国家 开始这个 呃 做 呃 就是做了这种 备用的结算 对吧 就是另外一个备用结算 那么这个是 就是 呃 等于说是利好 这个跨境支付 那么 跨境支付算是一个 跨境支付算是一个 一个这个利好 对吧 就是或者说 说是一个日内的 题材 那么你最多 只能再活一个 那么再活一个呢 这个跨境支付 跟数字货币是一样的 再活下来 那个就是华为海事了 那么你 你会看到 华为海事 对吧 活了 呃 AI就没了 AI眼睛 今天大本期 对吧 这个待会再来讲 那么 也就是说 嗯 比如说那个什么 呃 豪豆概念 其实今天就是早上 有比较好的溢价 对吧 但是豪豆概念 其实今天也不强 对吧 就豪豆概念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豪豆概念 对吧 豪豆概念 大家可以看 其实也不强 对吧 如果强的话 那今天海城药业应该是 这个三连版 对吧 像这种 蓝卫医学之前的20厘米的 今天也不算强 对吧 就整体来讲 就是有溢价 但是也不算很强 啊 也不算很强 除了这个10厘米的 还行 那你看啊 豪豆概念也没走出来 对吧 那么日内 其实就是两个概念 也就是一个是跨境支付 对吧 就是货币概念 另外一个就发挥 还是没了 就是这两个 所以这就是市场成交的 这就是成交量决定 所以一般来讲 这种成交量 它最多只能活两个概念 你不可能什么四五个题材 大家齐头并竟往上查 因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资金 而且呢 这么小的成交量 说白了 其实是越聚焦越好 就是越聚焦越好 当时比如大家还记得 就前面那一波 为什么无人驾驶会走得那么好 其实当时就是弱势资金 特别的聚焦 大家都聚焦到无人驾驶 对吧 其他地方也没有更好的 那么就是如果说 就是有劲往一个地方去死呢 这个地方它容易抱 但反过来你说 我现在要顾及这个 要顾及那个 对吧 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有有这种经历 比如吃饭对吧 比如说十个人一桌 那么在这个桌上的这十个人 其实作为一个主办方 就比如说我请大家吃饭 那是不是我都能照顾都过来 我讲的话呢 大家都是能同一时间听到 好了 如果我同时请五桌人吃饭 请五桌人吃饭 那我基本上忙不过来的 我应付了这个就应付不了这个 对吧 我在这桌讲的话 那桌就听不到 对吧 那桌人家跟我反映的东西 其他桌也搞不清楚 所以你就是顾此事彼 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模一样 那就是 反而是什么呢 就是在市场 缩量的情况下 越聚焦肯定是越好了 所以我们讲过 存量容易抱团 那抱团大家都知道 抱团它的方向一定是小的 特别是题材 对吧 就不是这个题材级别小 而是什么 它就最好是一个方向是最好 那么大家都认可嘛 大家都能上 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有机会 而且呢 只有这个地方有机会 那你想想看 是不是对于存量资金来讲 或者对于弹性资金来讲 它就没有选择体制锁力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有人给你两个股票 你还有二千万一 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人家就给你一个股票 那你就剩下一个概率了 要不买要不不买 对吧 就一个概率 所以呢 就容易形成一致性 这个就是题材板块 的这个炒作的这个 一个是路径 一个就是当时的整个环境 对吧 所以按照现在的角度来讲 就成交样的角度来讲 最多两个 然后呢 一个是可能日内的主流 另外一个呢 是强势的延续 强势的延续 可能就是华为海事 比如说对吧 它今天有点像是配角的角色 那今天日内的主角呢 就是跨金支付 数字货币 所以这就是题材的情况 对吧 那像黄金这个东西呢 今天实际上是个名牌 因为它就是我说 国际金架的上涨嘛 所以就是名牌 的玉龙啊 这个来生通灵啊 这种对吧 来生通灵 反正每次都能赶得上 对吧 那你就知道了 这时候呢 补涨呢 你就往前排的去靠 你愿意靠 你就去靠 对吧 就大概这个情况 那么20厘米的呢 到目前为止 市场一直是在选择这种 小城科技这类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反正就是国际金架 那国际金架 你得保佑什么呢 就因为我之前讲嘛 因为实际上国际金架 涨了一段时间了 对吧 只是说周末的时候 涨上来了 大家比如说预期 美联储降息啊 等等啊 这些这些情况 那么又被拿出来说事 啊 而且现在呢 包括一些 这个大V啊 包括有些这个 专家认为 一旦这个 这个 就是 美元走落的话 对吧 可能黄金的价格 还要继续的上涨 啊 继续的上涨 因为 呃 这个 就是 黄金又 重新回到了 货币计价的这个 等于说是这个 预期当中了 对吧 那 作为黄金来讲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国际金架在前面涨的 那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国内的现货 是没怎么跟的 就是我们在期货 是涨的现货 没怎么跟 但是 呃 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 就是当期货 涨过一定的范围 比如说 他突破了某一个关口 甚至于说 不断的创历史新高 那你 你要知道 呃 现货会跟的 那么现货跟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就是 第一次跟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个集体反应 就像今天这种集体反应 但是 想要有持续性 那么后面给期货 有要组出持续性 如果期货今天晚上 动荡的话 那通常黄金 就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讲 黄金明天也会进入政大 就黄金的现货 就是这些股票 我说的是股票 所以他的交易难度 就放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这种东西往往就是 有的时候要考验一下左侧能力 就你得有先手 你先买 买了以后等他涨 涨了 比如今天涨了 不涨停我拿着 涨停我拿着 不涨停我可能会兑现 然后涨停了以后 他第二天冲高 我也会兑现 就大概这个情况 这是黄金的这个情况 对吧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去介入黄金嘛 就是那么我只能跟你说 黄金是有补涨 而且我昨天是这个写东西的时候 对吧 写周日收评的时候 是专门说了 那么黄金其实就这些东西吧 你看你能够看得过来 对吧 就或者说 搞来搞去 现在就是搞这几个 就搞这几个东西 好那 这是日内的黄金 对吧 然后呢 从板块上来讲呢 今天还有个板块是长得不错的 什么板块呢 就是交通 那个叫做铁路设备 对吧 就是运输设备 比如说 银汉 技术涨停了 加大四诺 涨了百分之八年纪 把我中国中车定量 也创了一个 这个短期的新高嘛 对吧 那么这个股票其实 我讲过了 就中字头里面 我是比较 看好这种品种的 对吧 那么 也 有好几个人问过了 对吧 就是 哎呀 我拿了这个股票怎么样 我说反正 大趋势债 对吧 如果你不是做的太短的 因为这种股票 做差价也挺难的 那我的建议就 大趋势债 你就按照大趋势的模式持有 那么 反正到今天嘛 对吧 到今天为止 虽然涨幅也不大 我实话实说 对吧 涨幅也不算大 但至少你要比起那些跌的股票 肯定是好的 它还是涨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就这个原理 好吧 那么这个是 铁路设备 那铁路设备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 第一个 高铁的订单嘛 就是我们的订单 这个比较超预期 主要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关于 这个和越南的 这个合作的高铁项目 那么这两天 越南的领导人要出访吧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点 这个事件驱动的 对吧 有点驱动 但是大家记得 像这种品种啊 就是所谓高铁设备 这种品种 它是走不出绝对主线的 它绝对走不出 就是走不出绝对主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那 无人驾驶 最早是低空经济 无人驾驶 加上 这个叫做 航天商业 那么它 他们这三个板块 比如说同属于是什么呢 同属于就是 薪资生产力的分支 对吧 而且呢 你会发现 先炒的是无人 这个低空经济 然后炒的无人驾驶 在影射到 这个 商业航天 对吧 那么 最近其实也很明显 什么很明显呢 就是从 消费链子端的 AR眼镜 对吧 然后那个叫什么 AR眼镜 三折叠屏 开始炒 炒到了什么了 炒到了周五的 那个华为S 其实他们的这个路径 是跟 之前炒那个 这个这个 就是无人驾驶啊 商业航天啊 对吧 这些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这个是正确的路径 但是你要说 我突然之间搞了一个 这个铁路设备 变成了市场绝对的龙头 对吧 就是这个 龙头板块了 对吧 或组线板块了 那那应该不是 那应该不是 好吧 那么因为 我也说了嘛 今天增量嘛 就增量的部分 我们 第一个我们没有看到 特别明显的增量部分 就增量的资金 那么就变成市场 又是在炒冷饭 那么炒冷饭 又要顶指数 对吧 而且呢 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就是本来每天呢 还能看看北向资金 就每天收盘的时候 你能看看 哎呀 北京正在流出 现在没有了 现在不让你看了 这个本身就是 掩耳盗铃的这个 模式用到极致 就不让你看了 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是 就是 把你的眼睛蒙起来 对吧 但这个事情是存在的呀 对吧 北向资金还是在交易 它还存在 但就是把你的眼睛蒙起来 以免呢 说你被干扰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就不好说 那么 今天我们看到 顶指数的方向 基本上是什么呢 保险 对吧 银行 多元金融 也算是这个吧 对吧 多元金融也算的嘛 就是 期货啊 这些 对吧 然后那个 保险 保险呢 是 中国人保 中国人保 创了阶段性新高 就是创了这一年的新高 这是今年的新高 这个倒是可以 保险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呢 从 一月份开始嘛 对吧 到一月份到现在 中国人保是创了 年内的新高 那 保险的走势 就是保险最近的走势 是可以参考一下 对吧 就是如果从金融板块的 低位来讲 一个是保险 一个是券商 那么也就是未来 我觉得 相比较而言 也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觉得保险的 反而 上升空间要比银行大 然后呢 弹性肯定是看券商的 就弹性你不用去看 银行跟保险 就金融里面 然后呢 就银行 银行呢 反正这个继续上新高 银行指数据 继续上新高 那么 问题来了啊 就创了新高以后呢 大家反正 注意留意一下 日线的这个顶背力 日线的顶背力 我对这个还是特别小心 反正我就说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进攻型的盘面 它更像防守型的盘面 为什么呢 像工商银行啊 这些继续上新高 对吧 工商银行也是的 反正就是留意 这个好像上次我讲过了 对吧 就留意一下到时候会不会出现顶背力的调整 这个种调整呢 会容易发生在什么情况呢 就实际上指数开始很强 涨上来了 对吧 指数开始很强 涨上来 但是指数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就是再往上冲的过程当中 它又会面临着什么呢 就是均线的压力 因为你毕竟没有成交量嘛 所以它会形成什么 变成什么 走一步 或者说 走两步 退一步 对吧 这个甚至于不三回头 这种情况 都有 这就慢慢的走出来 那么也就是它 如果碰到重要的压力 比如说后面碰到了六十军线的重要压力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到了六十军线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如果到了六十军线这个重要的压力位 或者说是 这个 就上方三十军线啊 什么都有的 对吧 它重要的压力位 如果上不去 回落 那那个时候你要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那个时候回落的时候指数 是不是因为银行板块 这种权重的板块 就之前的高股息率的 银行板块啊 这个电信运营啊 就是这些权重的品种 对吧 来 把指数带下来 就是在做回财的 如果是 这也是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等到再一次上涨的时候 就等到他们回财完了 比如说现在是 我说指数啊 比如现在指数突破了二十军线嘛 对吧 这不就二十军线吗 二十军线的位置就是二八 二八八五点 对吧 就突破二十军线啊 那么 一般来讲突破了二十军线以后 还是向下的 所以五十军线是向上的 它形成上穿 那么上穿以后 它还有一次回财 那么等到那次回财的时候 大家看 就是指数调下来 对吧 就回财二十军线也好 回财五十军线 跟二十军线的夹角也好 那那个时候 是不是 就是银行啊 这类的这个 电力啊 对吧 就是这种 他们是不是 继续中心下移或者调整 因为现在银行是最强的 对吧 就是在所有的 就是我们讲的 高股息率的品种里面 现在只剩下银行了 就如果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 就剩下银行板块 那么最后银行板块要补跌 也就是后面 它补跌完了以后 再起来 就市场再起来 直数再往上走 那个时候 如果出现的量价提升 就是成交量也出来了 板块也出来了 就是成交量跟板块 共振的那个方向 就是我说的 成交量跟板块 共振的方向 才是最好的方向 而并不是现在 拉指数的方向 因为拉指数代表什么呢 第一个 你只是拉指数 它是存量 就是没有增量 对吧 就是我要的是看 增量 进来以后 跟指数共振的方向 那个才是行情 真的要上工的 这个盘面信号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不是 今天只是把指数 定上来 打带上来 对吧 而且受港股 港交所的影响比较大 或者说受港股的影响比较大 仅此而已 因为你看 银行保险 包括之前的这个 这是出海概念 工程机械这个 更多的向反弹 更多的是向反弹 也就是轮动一下反弹 对吧 这个 就是 那个 包括娱乐传媒啊 这块 这些也更像轮动吧 反正就是底部的这种轮动 因为最近呢 娱乐传媒这块还行 对吧 华谊兄弟是那个 黑神话悟空的那个 等于说是 算他的投资方吧 对吧 就投资方吧 今天他是涨得最好 涨停了 对吧 那么 就是 其他的反正就是一些 跟跟跟水的 那个 这版传媒好像也是 跟这个相关联的 对吧 所以 整个来讲 今天除了 比如说 软件服务这块 就软件服务这块呢 因为有这个 有几个 一个是信创啊 一个是这个 数字货币啊 对吧 再加上华文海事啊 这些其实都是 随于软件 软件类的 对吧 其他你们看的 基本上没有啥 对吧 就是 在领涨的方向上 你有领涨的板块上 没有看到 第一个没有看到 完全进攻型的板块 什么些进攻型的 比如说半导机啊 这些 对吧 进攻型的 比如说人性机器啊 这些都是进攻型 没有看到 第二个呢 也没有看到 明显的超跌板块 什么是超跌板块 比如说消费 对吧 地产 然后心灵源山道 这些都没有看到 都没有看到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 毫无疑问就是 首先就是 我想说一下 这个就是没有增量 就是我没有看到 有增量的 好的地方 就是没有看到 增量特别好 另外一个呢 今天医药 医疗保健 是处在 跌幅前列的 对吧 然后电器设备 其实就是 心灵源山道 也是在跌幅前列的 那么我说了 医药跟医药 医药 医疗这个板块 如果今天是跌的 那就说明还行 今天这个市场呢 并不是纯粹的一个弱势 如果今天他们是涨的 那就其他题材走不出来了 他们就是弱 就是如果今天 猴斗概念 带着医药医疗板块 继续上工的话 那你知道 今天海市也走不出来 就华为海市也走不出来 或者其他日内的时候 特别好的题材也走不出来 这个就是 就是盘面 它现在只能是这样 就是等于说 按下葫芦起了票 你有一个 比如说医药起来了 那就代表了 今天不是骗弱势的 那反之医药调整的话呢 今天还行 题材整体还行 对吧 但今天整个盘面看下来 还是一个 很明显的 反正就悄悄板行情 或者电风扇行情 就比较明显 对吧 没有什么特别强的 因为一般来讲 我前面讲过 一个进攻型的主导市场 随便怎么样 涨幅前两名 应该都是要大于 百分之三点五的 就是涨幅要大于百分之三点五 今天一个都没有 早上一个都没有 题材这边不算 题材这边你一天涨百分之九 转文之十都可以的 就要有代价二十厘米 我说的行业板块 至少看到进攻信号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一个行业板块 要涨百分之三点五以上 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 对吧 就仅仅是这个运输设备 涨了百分之三点三级 那么这也不算是很强的信号 其他的根本 根本就是 反正就是 好像就是像被 就是被动作多的感觉 就是好像 跟着港股在那里走 被动作多的感觉 而且呢市场的 因为大盘分时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整个大盘分时 白线主导 黄线在下 所以个股的分化会很厉害 因为你本身成交量不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情况 就是一半还是一半获运 对吧 基本上就是 一半还是一半获运 2500多指500涨 2400多指500跌 那就涨跌比差不多 涨跌比差不多 涨跌比差不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指数层面上是 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突破了一个小平台 然后就把2888点 这个位置打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 从赚钱效应也好 情绪单这边来讲 它没有形成共振 那既然没有形成共振 它就会 后面还会有反复 我们依然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右车信号 我今天早上特意讲了 就这个位置上 你肯定不能空场 肯定不能空场 什么意思呢 你要空场 因为你会面临踏空的风险的 为什么 你也不知道它哪天 突然间来了 对吧 那根 那根叫做 我们想讲的就是 跟这个对称性的阳线来了 虽然这个对称性的阳线 它不需要一根完成 对吧 可能靠几根完成也可以 或者甚至于说 对称性的阳线 它的力度不会比这个大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仓位 你一直没有仓位 犹犹豫豫豫的话 你就首先有可能会踏空风险 等到真的一根阳线拔起来 你第二天去追 有可能有的股票 已经脱离了市场 10%甚至更多 那这样的话 你会非常被动 你追呢 有可能不敢追 对吧 手里呢 又没有仓位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之前跟大家讲过吧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 你放个五层仓位 对吧 或者五层左右的仓位 都没事的 都没啥事 对吧 短线的可能还高一点 五层高一点 对吧 五六层都行 如果不是短线的 那就五层 这个或者说 至少四层以上吧 对吧 我也不说其他的 那么就是 反正至少四层以上吧 我觉得没啥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你手里 有一些 就是跌了两三年的票 对吧 你要搁呢 也搁不动了 那既然你搁不动了 其实也代表着什么呢 最近的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后面的低价 就是低位的那些股票 都在轮番的 这个有表现 比如特别是 什么卡到什么概念的 可能表现得更好 没卡到概念的呢 好像也跌不太动 对吧 就是 就是 有的甚至于底部 开始慢慢抬高了 对吧 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 好现象 好现象 讲到这里啊 我 我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跟大家讲讲 嗯 这个我怕待会儿忘记了 因为其实我今天想讲的 虽然我 虽然我自己主张 主张说 不建议你们空仓 对吧 但是呢 因为你手里拿的股票 要是 你是准备着后面 就是整个市场 要开始往上走了 对吧 就比如说 今年走出底部 啊 或者说 今年走出熊市吧 明年期待更好的行情 那你的打算 是这样的打算 就你要手里拿的票 是这样的票 你别去玩那种啊 呃 我现在反正 啊 也就跟大家讲讲 反正对吧 反正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就是或者说是我自己的隐患 隐忧 那我先讲个大前提啊 先讲个大前提 什么是大前提呢 因为A股走到现在 最大的问题 是跟大家讲过的 是供需关系的问题 我们周末也看到了 管理层对于 现在新股发行的一些 这个要求 包括地方政府啊 不能够什么 以这个发新股来奖励啊 等等啊 对吧 包括对于券商投行 这些的约束 那就意味着以后的吧 未来的这个IPO的 节奏 不会快 同时对上市公司的要求 也会非常高 那么当然这是以后嘛 就是未来的要求嘛 那你之前不是超发了 两千只股票吧 对吧 所以这个供需关系 还是需要不断的完善的 就是要 重新达到平衡 虽然这是有时间的 但是大家要特别小心 因为现在市场上 有五千多只股票 每一只股票里面 说白了 对吧 都有阻力 就是当然这个阻力 到底是国字号的 公募 私募 还是有些 其他社会资金 对吧 我们其实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去了解 但是呢 你自己要留个心眼 去库存 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A股 去库存 这个事情 它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现在五千多只股票嘛 那你很难想象五千多只股票 大家未来还有什么更大的牛市 因为你却股票太多了 现在的问题 股票太多了 钱太少 供需不平衡嘛 你要达到供需平衡 怎么的 就要砍啊 对吧 就是砍库存 说白了就是 大家知道 现在行业都是很内卷的嘛 就各个行业都很内卷 那行业内卷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 出清嘛 出清了以后 整个行业就好了呀 对吧 那什么叫出清呢 出清的就是要淘汰一批嘛 那A股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股票太多了 也很内卷 那内卷的目的是什么 要出清啊 出清就是要淘汰一批 好 那你说 每一只股票里面都有阻力 那些阻力 不会任人宰割的 这跟钱有关系 对吧 比如说 某一家公司 你也知道这家公司不好 比如说你也知道 这家公司不好 里面的阻力也知道 基本面什么都不是很好 甚至会有被 清理的 危险性 那怎么办 他们只要赶上题材 就会拼命的 想办法往上炒 炒完以后要兑现 兑现完了 人家再也不来了 因为他里面的资金要出来 所以对于这种股票 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 就宁可不做 也不要去贪这种便宜 或者说去蹭这个乐点 好吧 话呢 我只能说到这里 话我只能说到这里 我不举 怎么说 就是不是说 我说一下 反正就是那种两三块钱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种 对吧 就两三块钱的股票 就这种东西 对吧 已经证明了 就历史证明 放到月线 对吧 二十几块跌到两块多的 那么 我不是单指这个股票 我不是说这个股票 对吧 免得引起误会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两三块钱股票 就随手而说的 两三块钱的股票 如果这种股票 对吧 过去呢 有点瑕疵的 不管是基本面 业绩 还是什么 信息方面 有点问题的 就是它再怎么涨 你别碰 对很多人 你是把握不住的 你就别碰 万一碰了以后呢 有的人说 哎呀 短线套子了 我拿一拿 结果变成ST的 推市 那就麻烦了 对吧 包括这种 这个也是黑神话悟空吗 概念 对吧 短期看着走得很强 这个 这家公司好像也有 之前也有那种 对吧 也有点这个历史问题 看一下 反正好像是 历史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信PF是什么东西 有点问题的 所以呢 除非你是 超短线 撩一把就走 那无所谓 对吧 超短线撩一把就走 ST也可以做 那如果不是这种 那就算了 看看就好了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只当提醒了 只当提醒 因为你要知道 还会有一大批的 公司是处在 亲历的名单当中的 你们每天都能看到 每天都能看到 因为你不知道 会轮到谁 看一下 那比如说陕西经业 对吧 就昨天嘛 就收到这个 监管行了 对吧 就说昨天收到的监管行了 反正肯定是 对吧 不然就不会跌停 这个应该是有的 你们去看一下公告吧 公告栏里面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没有显示 公司这边没有显示 就类似这个陕西经业 这种票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 反正就是大家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而且很多票呢 都是 就是 以前比如说 有些瑕疵啊 或者怎么样的东西 就是你买股票的时候 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事情 对吧 那你想 如果今年到明年 真的再搞掉几百家股票 那我觉得 其实就是 牛市的希望就 特别明显了 为什么特别明显 因为 很多时候 其实市场就炒了预期 当你比如一年 干掉几百家公司的时候 就市场上少了几百家公司 那大家就在想 那明年岂不是 还要少 对吧 是不是你明年还会少 明年还会少的话 那你觉得 股市是不是会涨了 对啊 因为你已经猜到 明年还会 就是你已经想好了 明年还会少 市场的这个供给量 就是 市场退的加速 要比进的加速来的少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正循环嘛 就像股票一样的 今年 这家公司赚一个亿 你都知道明年 它要赚两个亿了 那是不是股价会提前被炒作 道理是一模一样 对吧 那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的 我那天跟我朋友吃饭 我跟他们说 你们不相信去看 这个 就是 就是 明年可能 整体上 大家的预算还不是很高 那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比如上班的 上班的 你本来工资拿是一万块钱 现在呢 打折了 今年不要打折了 你拿八千 那你想的是 比如说明年还是 就是明年 哪怕你还是八千 对吧 你明年哪怕拿的还是八千 但是你明年的预算就会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怕后年 万一 我只有七千了怎么办 所以你不敢用钱 所以明年你会藏更多的钱 也就是说 本来你一个月得 比如说 开销是六千 我举个例子 你拿八千存两千 对吧 但是因为你的预期 可能会 到后年 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所以呢 你要为后年做好准备 所以明年 你哪怕拿八千 但是你只敢花五千 那如果大家都是这种情况 就这就是预期 如果都是这种情况 那么 也就意味着 比如说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很多饭店关门啊 很多商店 这个 就是我们说 消费不计啊 就这个问题 那反过来 今年你拿八千 明年的工资变一万了 你的消费马上就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想 哎 付输了嘛 我现在拿一万了嘛 那是不是明年 可以拿一万二了 所以它是个正循环 跟反向循环的关系 那 股市也是一样的 它需要有个正向循环的 这个预期 比如说 今年到年底的时候 这个会统计的吧 很多数据会统计出来 比如说 今年 退市的加速 跟上市的加速一样多 我举例子 是今年退市的加速 跟上市的加速一样多 那给市场传到什么信号 明年 那就更好了 明年说不定 退市的加速 要比上市的加速 多了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 市场会自发的 大家都看到希望了 等于说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你要考虑进去 那考虑这些东西的因素 其实就在于说 你要防范 有些公司 是有问题的 但是里面的钱出不来 它透过什么 市场现在的这种题材 热点 炒一波 人家钱出来了 最后把你套进去了 你变成了最后买单的 甚至要退市的人 对吧 那当然你说 未来退市的这个 赔偿机制能够完善 那是最好 但现在来讲 还没完善的情况下 你没必要去 自己送轮头 反正这个话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也许是我多虑了 但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情况肯定是 存在的 因为每家公司里面 就是每一个上市公司里面 都会有主流资金的 这个聚集 至于这个经济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对吧 我们是不知道的 就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这种退出的情况 那 如果天使地利人和 都符合这个条件 能够让你退出来 你说你怎么可能不退出来 你肯定会想办法退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尽量 不要去做这种接盘 还有呢 因为现在是八月的 中下旬 八月的中下旬呢 一般是什么的 就进入到了一个 财报的 尾声阶段 或者说大 也不算尾声阶段 就财报大量 密集披露的时候 就是半年报 那之前已经披露过的 你就是你继续看一下 你自己手里的股票 已经披露过了 反正 都不错的 那就这个就不用 有什么担忧了 对吧 我这么说吧 它不涨 但是也不会什么 因为财报地雷啊 去大跌了 这个不会了 对吧 但是那些还没披露 放到很后面 要披露的 你要特别小心 对吧 就是 如果正好赶上一个 什么题材 你就别去参与 因为很有可能 你怕冲进去 最高 结果 因为披露财报不好 对吧 蹦一下子 又大跌 某一天又大跌 10%或跌停啊 之类的 那就很麻烦 所以你一定要看一下 就你在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今天这个东西 因为我是准备 跟大家讲了 本来像放在最后讲的 我怕忘记了到时候 那个我提上来讲 就是 这个事要特别小心的 因为你 就是没必要 去踩这种坑 好吧 好 那么 然后我们说一下 那个 今天 跌的比较多的 对吧 就跌的比较多 因为早上我说嘛 就是 今天有可能是什么 压眼镜 大分期 然后呢 华为海事 就被加强 确实华为海事 被加强了 比如说 世纪鼎立啊 深圳华强 这两个事专 但是 利元信息跟惠中 这两个 没有 这个 没有一个助攻涨停啊 两年版 其实还是弱 虽然惠中 是有资金 是引导嘛 就是上板 对吧 因为他毕竟市值小 但最终还没上 还是没上去 所以这个是有点 有点那个的 对吧 因为我的 我的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呢 其实今天应该是 利元上板比较好 为什么呢 利元虽然市值大一点 对吧 虽然市值大一点 但是他的绝对股价比较低 就是六块多 因为他今天上板 是比较合理的 对吧 而且从技术图形上来讲 你也行 对吧 当然可能前面有些套老板 我觉得这个套老板有点远嘛 因为我看筹码还行 所以最好实际上是 利元信息今天的上板 这个呢 就是比较好 就是比较好 华为还是 但是呢 华为还是 今天整体看下来 比我想象的要弱一点 这可能跟资金都去了那个 拉指数啊 去了那些权重啊 这些还是有点关系 分流了一些资金的 对吧 再加上今天日内的那个叫什么 数字货币这块更强一点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华为还是明天可能就是要分歧了 今天他是延续强势嘛 那明天就是分歧 就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那个 怎么来看 对吧 今天早上 其实当你看到你第一时间啊 看到那个叫 哎 那个叫 亚世光店被安到跌停的时候 对吧 那天是涨停嘛 数量涨停啊 这个是 虽然他就有的澄清公告嘛 周末说澄清公告 他没有 没有那个那个 呃 眼睛的业务 对吧 但也不至于搞成跌停呀 我们看 直接就干 干死了 对吧 就直接就干死了 虽然开了个小口 这就没用了 就直接干死了 因为像这种票 你一字版的票 再怎么样 应该你 哪怕是个高开回落 对吧 这个还是正常的 对吧 直接干死了 就是把 周五的资金 全部封死在里面 死在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 非常不好的信号了 因为说 AR眼镜10厘米的高标 都被按到跌停了 对吧 就这个很 很极致 那肯定就没戏了 今天就不用看了 所以什么 博士 那个博士眼睛啊 对吧 博士眼睛啊 那这种就肯定走不出来了 你不用去看了 对吧 而且呢 一般大家记得 我我以前讲过 就拉尾盘 涨停的 其实都不太好 拉尾盘 涨停的都不太好 特别是到了高位 去拉尾盘 涨停 对吧 就连续的 已经五年版了 拉尾盘 涨停都不太好 对吧 就你要留个心眼 那么比如说 当你看到 亚时光电 直接被按掉的时候 对吧 技术经家就开始按掉的时候 那博士眼睛 如果你手里有博士眼睛呢 就第一时间要出来 第一时间要出来 所以 我觉得有个现象挺好的 以后大家反正有时间看直播的时候 你就看有一个杠筋 有个杠筋 有个杠筋呢 每次说 呀 你买了大众公用了 哎呀 你买了博士眼睛了吧 每次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 你往往你就知道 那些股票 就是要到顶了 对吧 杠筋就这样的 这就是杠筋的反向指标 挺准的 我看了两次 我因为比较注重细节 对吧 就你去看那个杠筋 就在那里 哎呀 你这么牛逼 你为什么没有买 这个博士眼睛啊 为什么没有买大众公用啊 我觉得只要他一说话 你就知道 这些东西就差不多了 就要到顶了 对吧 就是被杠筋吹上顶 那么 然后那个 我说一下情况啊 还有一个股票 其实对吧 就是我昨天专门写的 还有个顶一字版的 叫卓翼科技 卓翼科技 对 他不是顶一字版的吗 对吧 那你想 这个最高版的 照理由嘛 最高版的亚世光电嘛 对吧 呃 四版他进不了五版 那么 这个顶一字版的 肯定也是死路一条 就没有任何的还手 还不了手的 因为他只有一字版 顶到底 对吧 所以我说 我昨天也说了 只要卓翼科技 断板 那今天就是大分歧 对吧 就那些高位的 你要特别小心 有高位的这些东西 都要特别小心 事实就是这样 那么好了 关键是明天 关键不是今天 明天卓翼科技 如果说 明天卓翼科技 如果说直接被暗示 变成跌停了 这个股票变成跌停了 对吧 就一字这里是一字版 这里是放量 开板 大阴线 然后明天直接 暗示一字 那我估计 AI眼镜就悬了 AI眼镜就悬了 对吧 那反之 如果卓翼科技 明天还有这种 就是我们这个 落转强的 那么博士眼镜 原则上还有 还能够再回一回 就博士眼镜 可能会有个修复 就是会有资金 去做博士眼镜的修复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不做博士眼镜 你当天看一下 AI眼镜后排的股票 就是后面的一些股票 对吧 就是 就是AI眼镜的一些 后排的股票 因为现在 今天AI眼镜 还留了一个 就是 火口 就是联版的火口 就是那个 创为数字 因为创为数字 就是同时兼具了 AI眼镜跟华为 还是 就是留了这个火口 留了这个火口 三连半的 那么 明天反正这个火口 好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火口 是好的 这个好上好不是 就是 AI眼镜这块 对吧 这个是 创为数字 明天还是蛮强的 对吧 因为现在是 断是断在什么 断是断在500 那如果他明天 他就变成补涨了 对吧 就补涨龙的话 还是能够维持四百 那么我们再要看一个后排的 因为后排我也不知道 你要 你要到那个 明天的时候 对吧 就是你要到明天的时候 你在盘中观察 就后排的 如果能有一个 有能有一个股票顶上来的话 就我不知道 对吧 后排的 看看 我举个例子吧 那比如说 比如说 就说他吧 比如说银通通讯 明天直接落转墙 很快涨停 就非常快的速度 比如十分钟里面搞定了 到九点四十分之前搞定 涨停了 那么这个就是 明天 比如银通科技来带资金回流 AI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 只要 那个 所以科技不被暗示跌停 那么反过来 像这种 就是那个 叫什么 博士眼睛这种 就有反弹修复的可能性 就有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你要看的 当然明天 就是我说了 明天你最重要的 就是要观察 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 到底 你在这个板块里面 早上你就要看 到底是哪个股票 早上就有落转墙的信号 比如说 我这个是反正就是自己 做预案了 对吧 有可能 谁会 谁会这个 有这种叫 落转墙的信号 对吧 但这个 这个是你要看的 但凡你能看到 后排有个东西顶上来 创为数字 最好要不落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明天就有可能 要回流的 因为 AI眼镜到现在 对吧 第一个是 对线的时间点没到 因为九月份 大家还在期待 说Mate的 眼镜的 就是 这个发布 对吧 就Mate AI眼镜的发布 所以时间点没到 第二个呢 是 这是第一个嘛 就时间没到 第二个呢 是我觉得 AI眼镜这块 毕竟前面 介入的资金非常的多 对吧 而且今天是第一次的大分歧 所以第一次的大分歧 往往预示着 后面还应该有回流的资金 所以明天是一个回流点 明天是一个回流点 那么 回流点往往是这样了 对吧 作为绝对的龙头 就博士眼镜 不管怎么样 他第一个是这一波 20厘米连板的高度 大的高度 第二个呢 站在 这个股票的角度上来讲 随便怎么样 都会应该 还有 还有反复的 就是在高位还会有反复 所以明天如果 只要是有低位的 品种 只要有低位的品种 能够 顶上来带资金回流 那博士眼镜 本身应该是会有反弹的 所以今天五语盘 如果要拿线手的话 其实博士眼镜 应该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 那么当然 他不能出现那种 非常大的成交量 不能出现什么 这种大的成交量 这个是他的最大成交量 那天是 换手换了47% 对吧 这个是最大成交 你不能 阴线的成交量 比这跟阳线还大 那这个就麻烦了 比如说大部分的资金 都换出来了 对吧 就这个 对明天的这个 就是向上 比如说 做反弹的力量 就会减弱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看一下 就是最好呢 就是不要拉尾盘 就不要去拉尾盘 不要有先手 资金去拉尾盘 最好能够沉下来 就是下午盘是这样 这种呢 有利于什么 反而明天有利于 资金回流 去做一个反弹 或者反冲 甚至不排除 还再创新高 对吧 那这事反正就是预案了 因为你要做 就做最强的 如果连博士眼镜 都不能反弹 你要去做 其他跟风的 对吧 你非要去做明月眼镜反弹 那你肯定明月 要比博士差呀 对吧 这个走势上 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家 就是自己去看 那至于后面 其他的跟风的 那就更弱了 对吧 所以明天 最关键的是 需要有一个 低位的东西 马上落转墙 就是涨停 就是我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智能眼镜 对吧 AR眼镜这一款 好吧 那么明天的预期呢 就题材这边的预期呢 就是 华为还是要分化 所以今天 比如说不强的 你手里有这些的 你就扔掉就好了 对吧 潜伏这两个板块呢 我觉得还是 还是 这个 机器人大会嘛 对吧 本周有机器人大会 2024 在北京举行 21号 这个应该还是会有资金 就是 就是你潜伏了以后 还会有资金去做的 就当天或者说还是会有的 因为现在机器人的 这个迭代啊 技术啊 这些东西都进步的很快 对吧 其他就是那个华为的 这个光 光伏嘛 运维 光伏运维 今天没怎么表现 对吧 但是也是本周 我觉得应该会有表现 因为 股票 我都写在那个 昨天的 张力满教室 这里就不讲了 好吧 因为盘子太小了 到时候有推荐股票的嫌疑 对吧 那就反正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好吧 那么 基本就是 就 整体今天 就是这个情况 对吧 然后我单独说一下 客创版 单独说一下 客创版 那客创版的 今天上午 这是上午的成交量 对 今天上午的成交 2007 因为今天的基准量 上涨基准量 要381 至少381 那么 也就是说 381 你才有可能 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有明显的一个上涨的 比如说一个小中阳线 对吧 所以呢 你没有 达不到这个水平 也就冲到20斤线 也会被压下来 上升不是他的20斤线 那么大家看到 现在等于说是今天嘛 今天很明显 是上证指数 涨得好 然后双创指数 涨得差 那么一般来讲 行情 就是如果有一波行情 要发动的 一定是弹性指数 就是一定是弹性指数 要涨过 这个非弹性指数 那弹性指数 不就双创指数 就弹性指数 对吧 所以如果不是 这个双创指数 领涨的话 首先我觉得 盘面的赚钱效应 就是不好了 第二个呢 就是大部分时间 如果不是双创指数 涨得好的话呢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就知道了 就是平均股价指数 平均股价指数 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吧 那平均股价指数 好不当然去 代表市场的赚钱效应 不会好 所以这个盘面 就会比较纠结 盘面比较纠结 那么同样的问题 我们再回来 那如果 客创板指数 作为一个弹性指数 都不能够涨的话 那你就不要期待 说有什么 这个行情 进一步的延续性 对吧 或者说 因为每一次 其实就是大盘 就是大盘 也跟板块是一样的 一个板块要上涨 就像我们以前讲过 那必须要有10厘米的涨停 有中均涨停 最好还有20厘米的 弹性涨停 那这个板块就会 就是说明资金的进入 是比较密集的 或者资金的进入 是比较良性的 对吧 就是有弹性资金 有中均 对吧 有大资金 有小资金 大家都共振看好 或者说机油共振 所谓的机油共振 就是油资也看好 机构也看好 那就比较良性 那作为 这个大盘也是一样的 那大盘是什么呢 它一定就是 比如说 10厘米代表大盘的 应该就是 上证指数跟深层值 对吧 这就是10厘米 代表大盘的 他们也可以涨停 10厘米 那代表20厘米的 大盘涨停的呢 那就是创业板 跟科创板 所以原则上 那你想想看 一个市场 要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 弹性指数涨幅最大 但凡都不是这样的 成交量不够的 那你就要留个心眼 那就别把什么 仓位打得很满 那就是保持仓位就好了 就留个心眼 好吧 所以包括科创板 现在连基准成交量 都达不到 二次军也翻不过去 那你也别指望什么 就是一直有人问 哎呀 半导体板块怎么样 半导体板块 就不会怎么样 有机会吧 有机会的呀 比如说有些 这个比如说 最近跟这个 AI眼镜芯片 有关系的 那可能会长得好一点 对吧 那么还有一些 可能就是 比如说 因为英伟达 这个AI芯片 这国内不是 现在说华为 大家都在传啊 就是华为的 新一代的AI芯片 已经开始比肩 就可能就差 差一点了 就是比英伟达的 可能就差了一代了 这个水平 对吧 那么 AI芯片所代表的 比如说寒武器 这些 就会长得比较好 对吧 就相对好一点 那么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 它只有板块 就半导体板块 也只有结构性的机会 因为为什么 它们整体没有成交量 你就不能指望 这个板块大涨 不现实 对吧 板块大涨不现实 那么什么时候 半导体板块 会出现 明显的是个上涨 或者重新拿回 上涨趋势呢 那你就看 科上班的成交量 科上班成交量 从符合基准上涨量 到进入攻击量 那就是半导体的春天 又来了 好吧 那么今天中午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所以周一交易难度比较大 我觉得周二会好很多 好吧 我应对面 所inea看 基本应该不是 奢 koń关系 Jour thermometer 有个人 耳边